这个在浴缸里涂泡泡的男人 就是曾经战功赫赫的北平燕王朱棣 王府里的仆人是跪了一地 口水不争气的从眼角流了下来 此刻的朱棣面对好大折的步步紧逼 终于三直清空疯了 这可把流出北平的不正使胡成和铁平将军吓一跳 咋回事啊怎么还疯了 胡成当场表示 我不信啊绝对是学孙碧装风卖傻 胡大人留点口德 朱棣毕竟是燕王 对对对 在下也是为燕王可惜啊 你说说好端端的一个王爷 搞得现在跟丐帮长 啊这样搞 对得起大名武学源头黄爵四门 别对 别泄了天机了 一广神的功夫 这两个人就来到了燕王朱棣府上 眼见了朱棣猛的从鱼缸里钻出 头中念念有丝 我看到了 那是文学无法形容的物体 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那充满尖叫 深邃的远古深渊 那头恐怖之物 违背了一切物理能量的秩序 老铁整个人都不好了 燕王殿下 这不是一整了 这是中邪了 要了命了 大半夜的瞎看什么书 赶紧找几个萨满祭司 放放驱散 老铁刚上前关心 就直接被朱棣表演了一出龙王喷水 老铁擦了一脸的口水 就瞅见朱棣嘴里喃喃着 哇 我分不清 我真的分不清啊 胡成心思 你骗得了老铁那个冷头青 你骗不了我呀 结果 朱棣从水里钻出来 直接搂着胡成 就叫上了 我的爱妃 我的心肝宝贝开心果 来尝尝鸡饼鱼的味道吧 被塞了一口鲤鱼的胡成 当时就不乐意了 还没等说话 朱棣直接给人表演了一出狠活 生吃活鱼 总而言之 我是小鲤鱼泡泡 我要报警了 月龙们的真相是 被人吃了 马和抓紧时间说 两位大人 别再刺激殿下 他现在是生吃活鱼 搞不好 你再刺激刺剑 就要生吃个人 我很抱歉 一听这话 老铁和胡成也坐不住了 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胡成回头 看着在水里扑着的朱棣 他对于朱棣疯了这件事 是保持着怀疑态度的 对此 老铁的评价就感性很多了 对于众人的评价 朱棣是听不见了 他吐出了鳞片 嘴里嚷嚷着 再上点新鲜的鱼儿 他要吃肉 那么 朱棣是真的疯了吗 徐妙云不知道 他要坐镇燕王府 要在朱棣疯了的这段时期 护得舟去 他跑去央求妖人姚广孝 救救朱棣 徐妙云一个没绷住 直接晕过去 这自然是一代妖僧的秘密安排 此刻 朱棣已经秘密召集张玉 召集旧部 悄悄的进入王府 同时 招纳铁匠 开始打造兵器 等待时机 那么 作戏就要做全套 要封就要封得彻底 北平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手持木棍的猛人 嘴中高呼 太上老君 皇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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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皇爷 马和赶紧拉住朱棣 那讲话了 现在北平城上上下下都传遍了 说朱棣这个人有异症 一会儿说他是诸国孔明 一会儿说他是李世民 还说自己是太上老君 又说自己会开挖掘机 感情华夏几千年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朱棣 投胎转世 瞅着朱棣那一根铁棍捕得糊糊成风 要上到九重天大脑天宫 马和赶紧出色 总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北平燕王疯了的事 是彻底瞒不住的 而对于自己知根知底的妻子 徐妙云 朱棣也选择了全力隐瞒 等徐妙云推开房门 就看见朱棣以一个奇妙的姿势 趴在桌子上吃东西 徐妙云吓了一跳 就见一只手猛地打破窗户指 这可给徐妙云心疼坏了 伸出手擦拭着朱棣手上的血污 朱棣知道 此刻不是儿女私情的时候 当下心中意狠 手上催动明皇五典 一掌把徐妙云推翻在地 这尽力属实不小 都给徐妙云打突起了 同时 徐妙云也得知情报 不正使胡成 马上就要前往南京汇报 这一段时间的掩卫工作 作为朱棣的前内助 他知道眼下燕王雨风 能支撑燕王府的只剩他自己 于是 他来到了胡成府上 更是命人搬来了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胡成一口一个燕王妃来找下官 实乃下官的荣幸 徐妙云也不磨叽 直接道明了主旨 听说你明天要去南京城 所以这些都是给你的 这是千两黄金 和承袭五百情 王府庄严的地契 徐妙云这次 只为让胡成 把朱家两兄弟捞出 胡成那当场拍板 我和王爷什么关系 那真是相知多年 神交已久 生死与共 简直就是一父一母的亲血 我要是收下这份礼 我还算人吗 徐妙云心里 是要把胡成骂了一遍 嘴上还得客客气气的表示 哪里哪里 这都是给胡大人剩下打点 我就再难为自己一次吧 接着 目光就看向了燕王妃 身后的女巫 王妃啊 您这事啊 不好办 现在朝廷风生解 您让我这时候出声 怎么整呢 徐妙云何等妙人 自然知道 这时代也没上去 胡大人你说 只要燕王府里有的 我就是挖空北平城里 那也大 我都给您整来 胡成直接露出了 心满意足的笑容 稍后片刻 他要的自然就是看中的妹子 胡成那边春风得意 马蹄骑 暂且不提 有了胡成的运作 朱允文以为优势很大 居然真的把朱高志兄弟俩 给放了回去 瞅着儿子们回来了 好大侄手里没有侄子了 朱棣直接上演医学奇迹 封病直接好了 那么 现在夫子团聚 亲信准备就绪 下一步 该干啥 王爷已经起了后顾之忧 实际一道 霸业将兴 这是一旦妖僧 摇广笑的猴言 随着他的声音 整个王府 煞时间进入了 战时走路员的状态 那是叮叮光光 抢个不赢 什么绝世好剑 续指黄刀 都在助导中 各种科技研发 也都在录 什么人族步兵 基础不甲 什么步兵单位 攻击力升级 搞这么大动静 难免走漏了风声 赶快召集亲信 胡承听到消息 整个人都不好 妖兽 燕王要造反了 这一消息 由胡承刚娶的小媳妇 告诉了朱棣 朱棣二话不说 直接开启了 最后的战线会议 说你立即召集所有壮士 配备兵器准备应变 姚广孝 朱高氏 朱高续 与各位将军 后堂议事 此刻 燕王府上上下下 准备齐整 众将早就磨刀火火 姚广孝此刻出来 就开始给大家上buff了 诸位兄弟啊 想清楚 此刻朝廷下了 缉拿燕王的命令 这就是断了我们的后路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以贫僧之剑 举兵伐力 刻不容怀 朱高智朱高续 立马表态 我们早就想当皇子了 快起兵吧 张玉随后表态 府内全部夹将壮士 八百余人 都已经装备三极头金甲 人均点满双刀 修炼了牛杂剑法 就等着殿下您 一声令下 我们立刻 兴兵伐匿 举兵 806人 对抗三万金兵 此刻的张玉 是充满的自信 当即表示 只要王爷敢 我们就干 马和此刻 也汇报起了工作 两草齐备 足足能支撑两个月 兵器都已经造好了 家眷也安排好了 此刻朱棣起身 自今日起 本王与诸位 同生死共患难 肝胆相照 欲火重生 我心已定 举兵 造反一念起 上纳天地 燕王府 全体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 为造反这条赛道 重新赋能 强化认知 完善逻辑 用差异化 结构化 扩大影响力 充分打通 老旧的生态链 实现对老旧 造反事业的 全面生机 面对燕王府的 来势汹汹 铁大将军和 胡城 睡饱了之后 才开始包围北平 那么 预知后史如何 欢迎查案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